詞曲 李宗盛 我媽媽是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認識我爸爸 可是在我們鄉下是非常封閉的 然後尤其是在苗栗的鄉下更封閉 所以一般我們 我外公外婆是客家人 我們都很排斥外産人 都非常排斥外産人 客家人講的阿三內阿 要不然就是騙我們小孩子說 這個阿兵哥會開膛破肚那樣子 所以我們從小對阿兵哥 對這些軍人都不友善的 是害怕的 然後是有點懼怕的那種心情 因為在那種封閉的年代 他們認為說 女兒那麼小就 就 類似像對人家這樣 就 一開始就不太諒解 可是生下我以後 然後他們就 尤其在想想 他們不願意說自己的女兒是跟外産人 跟華納就是外産人 他們是講阿 就是阿索阿這樣子 對 他們就很不願意 尤其在鄉下他們不願意說 談到這個區塊 或是說她的女兒是跟外産人來往 或是跟外産人生小孩子那樣子 那時候氛圍對外産人跟軍人是非常不友善的 然後我爸爸那時候是偷偷地從 從部隊裡面偷偷來看我們 來看我 然後就躲在那個屋後那邊 或是躲在樹後面看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很好奇 怎麼會有一個穿軍服的那個 阿兵哥 在那邊探頭探腦的 那時候真的不曉得那是我爸爸 那時候真的不曉得那是我爸爸 那時候真的不曉得爸爸 害怕 因為從小 從小外公外婆或是家人 就是長輩給我們的印象 就是他們會來開堂破肚啊 或是他們會抓走小孩子啊 就是給我們一般不好的那個 印象 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們對軍人都 那個小時候的心靈是害怕的 不知道 因為那我記得印象中那時候是傍晚 外公在田裡面 種田還沒有回來 外婆很像在廚房裡面 就覺得很像屋角那邊 有個人在那邊探頭探腦的 那我們就很害怕我們就躲起來了 那也是等到我們董事以後吧 董事以後慢慢慢慢的 我的弟弟妹妹也相繼出生嘛 然後外公外婆很像就比較沒有那麼排斥了 就是我等到上小學以後 上小學以後我就知道說 那個原來穿那個綠色衣服的是我爸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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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